你好 政教论坛阿威 大家好 这部片播出是4月28日的 大家好 我们在讲一个系列叫做《雅国与以素》 我们先读《罗马书9章》 经文的9章9节是说 这个阿伯拉罕就会经萨拉生儿子 因为阿伯拉罕之前 不止有个儿子可能经一个侍女 叫做夏格 生了个儿子叫以撒玛利 但是那个夏格不是上帝所选 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有蒙选 就选择了萨拉 所以上帝对阿伯拉罕子孙里面 基本上包括他对萨拉的选择 所以萨拉生的才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子 总之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又问一个问题 喂 同一道理 可能呢 以撒是受他妈妈的影响 他妈妈是被选择的 但是现在 有一个问题 就是以撒又生小孩的时候 以撒呢 就一生人就没有娶很多 没有其他老婆的了 就一夫一妻 就只是跟Rebecca 李伯加在一起 但是李伯加呢 生了一对孖仔 就是雅各 又名以色列 以及以素 而按这段经文 如果你读下去 就真的挺害怕的了 不但如此 还有李伯加 既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了孕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上臣 简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召人的主 不在乎人的行为 是指向雅各 是说大话的 他没有好行为的 他骗完老爸 还要骗过哥哥 他骗过哥哥 是N那么多次 年轻时骗 到老的时候也有骗 那大话了 那么坏的人 都是上帝所建设 不在乎行为 乃在乎召人的主 神就对李伯加说 将来大的要服事少 就是说连善恶都没分 上帝就预定了 那个被人骗的受害者 被骗者以素 要服事个小的 那小的 那个品德这么坏 会骗人 但是大那个不骗人的 但是呢 就要被注定 做劳博 服事个弟弟 正如经上所记 这一段来自马拉基书 那就是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素是我所乎 接着再看下来的经文是什么 这让我可以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 不明白吗 断乎没有 因为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代谁就恩代谁 看完这些经文 你会觉得 哇 好害怕啊 真是上帝是不是搞预定论的呢 那是不是就是说 上帝选选了美国人 美国人就是上帝所选选的了 这帮清教徒 在我眼中清教徒是邪教徒 但是清教徒就觉得 不是我们不是邪教徒 是我们脱离了天主教之后 我们不是那个叛教 天主教才是邪恶走歪了 我们这些 我们没有背叛天主教 而是我们信的 根本就是最对的 天主教走歪了 我们跟正回去而已 所以呢 很多这些清教徒 自称就是根正教 是不是 那些清教徒 做些什么行为呢 杀人放火 在历史里面 荷兰人呢 就说觉得 哎呀我上帝揀选了 那所以呢 他走到印尼的时候呢 奴役一些印尼人呢 他就要拿途刀杀人 那你说 喂 他们清教徒道德很高尚的嘛 宣传而已 道德高尚 殖民的时候 杀人放火什么都做啦 贩卖黑奴都做的啦 海上马车夫来的 荷兰人 满手血腥 那另一个出名的清教徒是哪位呀 英国的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 是一个大军阀来的 啊 那 他说道德高尚 道德高尚的话呢 但是他用武力 去扫平整个英格兰 在这个十七世纪 那你都是想起 你想起清教徒 一边就说 宣传说自己道德高尚啦 但另一边呢 就满手血腥 那么最厉害的清教徒 当然就是在 北美的这帮 啊 美国是清教徒立国的嘛 他们立国 就是 亡因负义 见到一些啊 这一个的 印第安人 屠杀啊 那上帝没有选择他们 但是印第安人 善待过 美国人哦 感恩节不是那些印第安人 请 他们教识他们这些 新移民 怎样去 在北美生存的技巧 那那些印第安人 帮过他哦 但是之后 他一路感恩 过感恩节 但是一路去屠杀 印第安人 新教徒是满口血腥 但是真教徒就说 哎 清教徒就说 哎 我们就算那么坏都好 满手血腥 跟着满口诈骗 跟着又说自己道德高尚 其实是假的 是不是 你现在看到荷兰 你去去那些大街小众 一边就说清教徒立国 但是里面荷兰呢 道德最腐败的 最早呢 大麻合法化 但是什么都好了 那这帮人 他说他们 他们就注定 就是人家要服侍他 其实这个概念呢 就好像内塔尼亚湖 内塔尼亚湖都觉得 全世界都应该服侍他 他们道德高尚 他们有什么道德高尚啊 但是说 这个世界上帝选了犹太人 犹太人就是做主子 其他万国的 都是犹太人的奴隶 所以犹太人不喜欢你 就可以杀 是不是 犹太人搞了个 什么亚洲金融风暴 你不是亚洲七零八落 犹太人搞了些 什么都好 那中东就 就打仗血腥 不断去杀 那样 你们有二十亿的 伊斯兰教徒是大的 但是要服侍少的嘛 是不是 你们中国有十四亿人 或者在清朝的时候 中国有四亿人 但是我们犹太人 就要经香港 卖鸦片给你们 毒害你们 中国人 那这些叫你们有四亿人 大的要服侍我们 小犹太人 是不是 你看完这些经文 如果你直解 就很野蛮了 是不是 我们之前的解释就是 上下文说的就是 喂 其实 其实 指向雅各 雅各 雅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如果你要解释这段经文来说 你解释 喂 善恶未定已先 但是上帝 遇到 一个道德不完全的雅各 是有信心的 在道德上面 以数没有那么差 但是以数是没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上次就 这个罗马书十章 但是这段经文就很巧妙地 就没有提到 好像没有提到信心 但是你又反过来 你又在这个 譬如说 那个不是保罗系统 希伯来书 你就看到关于以数的经文 在希伯来书来说 以数 整本圣经 新约圣经 出现过 以数这个名字出现了三次 一次就在罗马书九章之外 就在希伯来书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 他提到 以杀 是指着将来的事 恩着信 指着将来的事 给亚国以数祝福 以数是一个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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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心 那些人 有信心 信心呢 就传到去呢 洪水时候的 罗亚 那接着罗亚就传到去呢 这个的阿伯拉罕 那样 信心呢 是一代代承传的 而阿伯拉罕的信心呢 就承接了罗亚 阿伯拉罕 以洛 阿伯拉罕的信心呢 就传递到以杀 虽然呢 没什么内容 就是他 这个呢 他对 对他两个儿子 有一些祝福 那信心就承传了下去 那跟着信心呢 是继续承传的 去完以杀之后呢 继续承传下去 去雅各 跟着约室 跟着摩西那样去 雅各呢 是很明显 在希伯拉罕的作者说 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所以雅各临死都为了 约室两个儿子去祝福 喏 阿伯拉罕的信心 传到以杀 传到雅各之后 继续传给约室 再传下去 摩西那样继续传 当然传到先知啊 传到王国时代啊 传到王国时代啊 各样各样继续去啦 或者是一大堆的 事司啊 在这个信心伟人榜里面 至少 雅各是有份 但以杀是没有份的 以杀呢 就在一个 十二章呢 有出现了 那么呢 他就 十二章呢 提到呢 一些的叫管教 就是说呢 我们是有信心 但是我们的信心成长来说呢 上帝是会给一些难关我们的 那些难关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 管教是不开心的 不过不要紧要 管教完之后呢 我们呢 灵性有进步 信心有进步呢 那我们就度过了就可以了 那但是 但是 他 在说 一些有问题的人的时候呢 他就以以杀去警告我们 恐怕有淫乱的 贪乱世俗的如以杀 他因一点食物 就把自己长子的名份卖了 那以杀呢 为什么这么大问题呢 他除了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打完猎 那打猎那段经文呢 我们都要提一提 那今次呢 我可能都是不够时间解释的 但是呢 我呢 我呢 提一提啊 那这个呢 就是创世纪二十五章提到的经文 雅各呢 很年轻 即是以杀很年轻的时候呢 曾经走去打猎 但打完猎之后呢 他可能呢 体力透支都很紧要 跟着呢 走过见到雅各在那里煮汤 那雅各呢 就 在那里熬汤的时候呢 那可能雅各就基本上就没有做运动啦 雅各不是一个身体差的人 他虽然呢 是很安静 有时候会安静在一个脏盘里面呢 静局一下 比较内向一点 但是雅各呢 不是一个呢 体能差的人 在旧约圣经来说 因为雅各呢 遇到他太太的时候呢 呃 遇到这一个的 这个拉结的时候呢 曾经很大力去扶起一构大石头 移开井上面的石头啊 那什么都好啊 雅各是一个 是有体能的人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雅各不是做运动而已 那就是不要常常想就是 雅各呢就很瘦弱 以素就很大隻 不是 其实两兄弟都大隻的 因为两兄弟呢 都需要做牧羊 牧羊人呢 牧羊人呢 在古代社会里面呢 是一个很粗重的 的职业来的 所以呢 必须要啊 是很好看能的啊 有时候又要趕羊 要跑啊 又或者要做很多 体力劳动啊 或者有时候要捉住一只羊 说他走鬼了去 就直接整只羊抱起去啊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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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雅各 他刚好不是做运动 而以素就做完运动之后很累 那雅各就在煲汤 就自己想着 歎世界啦 以素即时很需要一碗汤 就只是以素问他拿 雅各就说 你把长子名份卖给我 我就给你了 一碗汤 以素呢 就不加思索 我将我要死了 这长子名份于我 有什么益处呢 那跟着呢 雅各就说 喂 你说了就可以了 那现在你向天起誓呢 向天起誓 就是说 向耶和华起誓 那他为了急着要喝碗汤 就指着上帝和上帝作见证说 上帝你现在作见证 现在我不要的长子名份 将长子名份送给雅各 卖给雅各 如果你刚才看这一段经文的对答呢 雅各呢 虽然他提出一个很不合理的价格 就是你的长子名份用一碗汤去换 一个价格是不合理的 这个买卖呢 是很不合理的 但是以素 是会觉得 喂 他根本就轻视 那个长子的名份 所以25章34节那里就说了 这就是以素 轻看他的长子名份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以素在后面的京卷里面呢 是说雅各在这里有骗他 那但是问题是 以雅各是提供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而已 其实当中里面呢 以素是可以说我不卖的 哟 你说我价钱都不合理的 那碗汤 竟然要换取我长子名份 这个都 喂 那会不会太不合理啊 那其实 以素虽然很累 很口渴 是不是可以 忍多一阵呢 可能忍多一阵 走多几步路 可能是找到河溪 可能找到一些方法 就可以喝到 有些液体喝到啦 水也好 什么都好 就不用这么懒的哦 雅各提供一个很不合理的东西 所以 以素呢 就觉得 喂 长子名份是什么呢 就随便啦 卖给你就卖给你呢 那 雅各觉得 喂你口大大哦 你向上帝发誓 以素竟然照做啊 其实当中里面牵涉上帝的嘛 那雅各算不算骗他呢 第二件事 以 喏 因为呢 其实 雅各呢 就知道 在前面的金人说呢 就是说 其实他们一家四口呢 就已经分开两排 因为呢 利伯家的妈妈的时候呢 就听到上帝的预言 将来大的要服侍少 都这样 所以雅各呢 是会 就是 以 利伯家呢 Rebekah 会呢 就疼个弟弟 因为呢 听到的预言 那呢 上面经文 他说 25章22节 利伯家是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就不是 上主呢 就不是经天使和他说 是直接和他说 他说 说将来呢 是 大 大的要服侍少 就是第一个出世的那个呢 是 需要服侍小的 所以 利伯家呢 就一直呢 比较 爱 小的 就是雅各 就是因为上帝直接和他说 喂 上帝选了他嘛 但是上帝这个选 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选选呢 这个选选很大机会就是 上帝预知这两个人的行为 雅各是说大话 起码 他 他 之后有骗他老爸 在这一件事里面 买卖奖子名分 我觉得是没有骗的 不过呢 他提出一个不合理的买卖条件 但是以素太轻向他的奖子名分 他就是占价卖了 一碗汤就碗 那 雅各呢 做了手续的 喂 你说卖奖子名分 我怕你反悔 你向上帝发誓呢 去到向上帝发誓 是一些很严重的东西 以素急着喝汤 他说 哎 你说向上帝发誓 就是发誓咯 其实他轻视的 不知道奖子名分 他连同上帝 上帝 去说话 宣誓 他都轻视的 他轻视 奖子名分 我觉得呢 未必算是很严重的事 但是雅各 叫他向上帝起誓 说要 上帝见证 将这一样 奖子名分 做了这个买卖 那里牵涉上帝 他都觉得无所谓 不是嘛 牵涉上帝 应该系列很多 但是他觉得念口网 说一下就可以了 他真是不加思索 究竟 以素是笨 后面的经文说 以素不是笨 不过以素觉得 同向上帝宣誓 就是宣誓咯 很严肃的东西 他都是很随便看的 这个就是 以素 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一个表面 但是呢 我不够时间说下去了 遲些再谈